大家好,我是學長,歡迎來到學長開箱 今天大家看到學長眼前這個叫客氣大拳套 因為客氣客氣這一次在哲哲上也募資了 眼前看到這一組就是這次的募資商品 包括三個系列,第一個是濾杯 這個是二代的客氣六樂 也是以前客氣最有名的濾杯之一 這個是第二代叫做夜藥濾杯 第二個商品是這個,兩儀品影杯 它的特色就是左右兩邊它的入口的角度跟厚度不太一樣 所以你喝起來的時候 左邊跟右邊喝起來會有品影上面的風味變化 第三個就是第二代的客氣塞翁濾棒 然後其實一代我也非常喜歡 然後這次出的二代造型不太一樣 工人上面有一點點調整 那這次出了這三大款 那顏色部分當然客氣最經典的代表色叫做 綻放藍,是主力的商品 綻放藍 然後第二款是天青 第三款是胭脂 所以這一次有很多的選擇 如果各位對於這次商品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在募資期間可以先上去支持一下客氣 介紹完簡單的商品以後 我跟大家聊一下說 這一次的新企劃 對於濾杯來說或對於風味來說 有什麼樣不一樣的感受度 我們先來講濾杯 因為濾杯比較重點 在了解濾杯的時候 我們還是要做一下比較 那學長手上這一顆是 第一代的六熱濾杯 也是學長非常非常喜歡濾杯 它的結構是比較接近的 是半熱結構 就是我熱骨只到濾杯的一半 那上面部的部分是沒有熱骨的 這樣子的濾杯 其實對於風味的層次表現會非常的好 為什麼呢 因為下半部有熱骨的部分 它的流速會比較快 在沖煮的時候 就比較容易做到比較多的香氣和酸質 等到你的水味越給越多 越給越多 是不是超過我的熱骨了 變成到了第二階段 就是這邊沒有熱骨 那沒有熱骨的情況之下 流速就會變慢 那比較變慢的情況之下 就會做出比較多的甜質跟口感 就是醇厚度跟甜質會變多 了解了這個濾杯它的特色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次的夜藥濾杯 其實它也跟六熱是一樣 就是半熱的濾杯結構 但是我們可以看 比較一下它的差異性 好六熱呢 顧名思義它就是有六條熱骨 但是新的夜藥濾杯 它有十二條熱骨 十二條熱骨 而且這是第一點 熱骨變多了 然後第二點是它的落水孔 新的夜藥濾杯 它的落水孔 比舊版的六熱明顯大了蠻多的 所以它的流速應該會因為孔洞變大一點 所以流速會變快 然後它第三個部分 可能看不太出來 但是要摸的 就是你在摸它的熱骨的時候 你會發覺說 以前的舊款的 就是前一代的一代的六熱 它的熱骨是圓熱骨 然後第二代的夜藥濾杯 它的熱骨是尖熱骨 是尖尖的 一個是圓形的 一個是尖尖的 那這種尖尖熱骨 跟這種圓圓的熱骨 最大差別在於是說 它有點像這樣 尖尖熱骨它的排氣範圍 會是兩個尖尖的中間 這邊一個U型的尖尖的 但是如果是圓形的熱骨 它的排氣 會是兩個圓形的中間 是一個屬於這樣的 V型的排氣的通道 所以一個U型的排氣通道 跟一個V型的排氣通道 比較起來 當然是U型的排氣通道 它的排氣效率會更高 所以這種很尖很尖的熱骨 它的排氣的能力會更強 換句話說 它的流速會變快 但是對流變好的情況之下 它即使流速快 它會有一個擠壓的效果 所以 新的第二代的夜藥濾杯 它除了流速會變快之外 它的萃取率其實並不會變差的 因為它的排氣狀況變得更好了 所以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二代跟一代最主要差別 就是這三大點 那它形成的風味上的差異性 我可以跟大家講 它的風味呢 它的前半部的香氣的表現 會比舊版的呢 會更為顯著一點點 那這也蠻符合現在 人對於香氣的追求 所以我覺得夜藥濾杯的香氣表現 是相當不錯的 那流速也變得比較快 但是呢 學長還是要提醒大家 其實這種六熱濾杯 跟這個夜藥濾杯 它當然新的夜藥濾杯流速會快一點 但是如果你是做點滴法的話 其實舊版的六熱濾杯 它的流速慢一點點 但是對於做點滴法來說呢 是蠻有幫助的 那這個是關於濾杯的部分 待會我會示送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流速 多麼的舒服 沒想到半熱的結構 也可以有如此快的流速 真的是蠻出乎我意料之外 第二個部分呢 是關於這個兩衣平衡杯 那兩衣平衡杯 其實也算是呼應了最近 大家對於杯子平衡造成的風味變化的 一個商品 那這一面是比較斜的切口 那這一面是圓潤的切口 所以你在嘴巴含上去的時候呢 你的含的深度呢 會有所改變 所以導致於不同分量的咖啡液 進到口腔裡面的量會不一樣 而且速度也不一樣 所以會形成一個比較集中 一個比較分散的效果 換句話說 其中一面你喝起來會覺得 風味比較強烈 那另外一面喝起來比較清爽 會比較舒適 所以這一點 對於層次的要求來說是非常有趣的 然後相信 只要你用過你都會覺得 效果非常非常的明顯 所以就是 這個在平衡上面有一個新的管理 我覺得是蠻棒的 然後第三部分就是濾棒的部分 那濾棒的部分就是配了灑 好 放進去以後呢 然後你就可以當做一個很好的過濾器材 就不用濾布 你也不用用濾紙 那同時間呢 它也不會有粉渣下去 然後它可以保留非常非常多優質感 那其實客氣濾棒 學長之前介紹過很多次了 所以如果你想要看客氣濾棒的 它的什麼操作的話 可以看一下 左上方的資訊欄 學長會把之前的客氣濾棒的影片發上去 那基本上這兩個濾棒的功能上其實是一樣的 外型也有所改變 所以這就是這一次客氣的新品 其實無論是液藥濾杯或是兩儀的平衡杯 它都代表了一種新的平衡的追求的不同的改變 所以學長覺得是真的蠻棒的 邏輯上面大家如果聽懂的話 我們就準備進到充足的部分 我今天學長會示範濾杯以及兩儀平衡杯 那那個濾棒的部分呢 我們時間有限 我們就不介紹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過去的影片 它功能上面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那我們現在來比較一下 新舊版本的客氣量溜熱濾杯 其實現在業要已經比較溜熱 它是12個熱骨了 所以呢 我們來用一刀流的方式 來比較一下兩個濾杯的流速變化 那同時也請大家想像一下 當如果我的濾杯它的流速變得更快 然後對流更強的時候呢 它是不是有可能讓你的香氣啊 或是前端的風會變得更飽滿更厲害呢 待會呢 沖煮過程之中我會分為三個階段 那前面150cc呢 我會用比較小的水 來測試一下 在低水位的時候它的流速變化 然後第二階段呢 會到250cc我會用比較大的水 然後但是只給正中間 然後最後一個階段呢 我會最後5cc我會往外繞圈 分為三個階段 那我們就邊觀察這三個階段 並來探討一下 這個新的肋骨對於整體風味的變化囉 好 首先呢 是小水正中間 一直到150cc 那其實這個階段呢 兩邊的流速都是蠻好的 但是我們可以感覺到喔 夜藥的流速更快一點點喔 它積水狀況更不顯著 然後粉塵的完整性也比較好 代表說它流速是比較快的 OK 好 粉塵很完整 然後150cc以後呢 我把水放大 一樣在正中間 但是我把水放大 當然兩個濾杯呢 它都會開始有淹水的狀況 那這個很正常 因為這也是這個濾杯它的層次的來源 就是讓它淹水 好 250cc以後往外繞 好 一直繞到300cc 然後我們可以感覺到 夜藥整個流速呢 比 一代的六熱呢 快上非常的多 無論是你在前半段的給水 或者是你後半段 上水以後 換大水上水以後 整體的流速都會比較 快蠻多的 但是 當然 在夜藥的情況之下呢 它在低水位跟高水位 仍然會有流速變化 它低水位的時候 還是流速比較快的 那高水位的時候 還是會流速比較慢的 但是整體來說 的時間呢 我們大概可以節省 大概10秒到15秒之間 所以 就可以理解到說 這兩個濾杯呢 它進化以後 它的風味上面呢 一樣是層次感很好 但是呢 它會再更往前端一點點 風味上面呢 會再平衡一些些 OK 那我們的時間 就到這邊結束 那我們準備來試喝囉 順便試用一下 我們這個新的杯子 叫兩一瓶杯 好 我們首先都先用這一端 我們先用這一端 來試喝一下 這個是 六熱 就是舊版的 六熱 喝一下 層次很鮮明 然後呢 果酸 甜度蠻重的 Buddy也蠻多的 蠻標準的 六熱的風格 就是層次還是蠻鮮明的 那我們來喝一下 新版本的夜藥 肋骨多了一倍 變12根肋骨 香氣明顯 爆增蠻多的 層次仍然是那麼鮮明 但是呢 香氣明顯 爆增蠻多的 同樣的手法 就是這個呢 果酸 也有果酸 然後甜度蠻足的 但是這個呢香氣明顯 爆增 所以肋骨變多 變長 流速變快 然後又能夠維持到 一樣萃取的情況下 確實 這個設計本身我覺得是蠻棒的 是一個半熱濾杯的一個 算是新的里程杯吧 既然能夠層次好 但是流速又可以如此之快 這個也算是客氣的一個 蠻厲害的一個新的技術 那我們了解六任藥的差別的時候 我們再來 最後來跟大家把玩一下 這個涼液皮米杯 我們來喝喝看 我們就用這一杯來試試看 斜面的口感呢 跟這個圓面的口感 哪一個喝起來有什麼差別 好 好我們還是喝 再喝一次斜面的 然後再喝圓面的 明顯的圓面的喝起來呢 它是風味比較集中 比較有強度 斜面這邊呢 風味是比較分散的 所以它的層次會比較顯著 前後味 比較明顯有差異 但是這個圓的部分呢 喝起來呢 就是一次味道會比較集中一點點 比較不會有那麼鮮明的前後段 你喝不同風味的手法 或不同風味的豆子的時候呢 就會有一個補償效果 就可以喝出不同的風格 這其實蠻好玩的 因為人的口腔 隨著你的角度的不同 入口 C素的不同 就會有不同的變化 這也是咖啡的一個新的 一個我們比較少去了解的領域 那這次客氣呢 也打開了這樣一個局面 讓大家去思考一下 不同角度 不同厚度的杯口 會不會為你的風味帶來變化呢 學長比較喜歡這個斜面的 好 因為我喜歡開一點的風味 層次感好的風味 所以這一次呢 客氣帶來的這個 這個新的一個募資的計畫 吼 無論是 夜藥 或是兩億拼音杯 還有這個 散用濾棒 如果各位覺得不錯的話呢 可以考慮一下 在募資期間呢 去支持一下客氣 因為畢竟客氣是本土做 浴杯 工藝很厲害 然後設計其實也是 一直在推陳出新的一個 本土公司啦 如果各位有興趣 然後也想要參 募資期間呢 比較划算的價錢的話呢 可以去支持一下囉 OK 那我們今天的開箱就到這邊為止囉 那我們下次見 拜拜